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话题是制度竞争 西方敢骂 为何中国完全不用担心 现在我来说说德国情况 具体一点 我可以告诉大家 德国现在选民非常的不满 虽然我们刚刚选举过了 就是9月份 然后德国的新政府这个月上旬 刚刚才等于是管设 等于是老的政府把权力交接给新的政府了 12月8号那天是真正的走马上任 但是德国现在很多人不满 是啊他们选出来的 为什么还不满呢 就是因为这个制度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今天主要是说德国的国防部 这些年来三个国防部长都是女性 都跟军事没有任何关系 没有一丁点零 但是他们当国防部长 我很难想象 如果是中国的国防部 选一个比如说农民去当当农民 他是一个职业对吧 但是他跟军事没有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想想看中国大陆能叫一个农民 去当一个国防部长吗 你想都不用想 绝对不可能 对吧 绝对是专业出身的 在中国大陆要当国防部长 他绝对是有军事背景 有军事背景的知识才可以 他理解一些军事方面的东西 不管是军事的策略 或者是还有武器方面的研发 这些他可能都要懂一些 绝对不可能是零的 但是像德国就这样 另外德国人不满的是 那些政客跟民众完全脱节 这些政客是在自己象牙塔里 有个例子 普通的德国人特别是有孩子的父母 肯定知道 要找到一个好的 或是找到一个幼儿园的位置都非常困难 比如说好的了 很多人找幼儿园的位置 从可能还没有怀孕的时候 就得登记了 或是刚刚怀孕就登记了 否则到是你的孩子 孩子要上学的时候 孩子找不到幼儿园的位置 也就是要提前好几年 就要找一个幼儿园的位置了 而那些政客 我说他们不是政治家 而是政客 因为他们这些人太自私了 就是想到自己的好处 而且政客在国会那些 他们有自己的幼儿园 根本就不用任何担心 然后拿来薪水又高 他哪知道普通老百姓 他们到底的生活有多艰苦 所以我们不能够光是看到 说中国你看那些屁民 是被割韭菜的命 哪一个国家普通老百姓 如果是说说到割韭菜 不是割韭菜命 哪个国家的普通人 都是被割韭菜的命 我在德国一样 我是中产阶级 在德国我们达到中产阶级了 也是割韭菜命 什么是中产阶级 就是只是交税的人 能够享受他福利的比较少 都是交税的命 我们是交税的人 那就是被割韭菜了 而这些政客他在国会的幼儿园 他要有小孩的话 直接丢给幼儿园就可以了 福利又好 他哪知道普通老百姓 要提前好几年 去找一个幼儿园的位置 而且他出门 还有转车 他怎么知道普通老百姓 要去挤地铁 挤公交 还有德国的火车玩点 这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德国的政客是不知道的 别以为是民主国家 他什么都为民着想了 现在德国其实 好多人都不相信这个 好了 说到不相信 有个很明显的特点 就是投票率 德国的投票率 如果是70%就是很高的了 也就是100个当中 有30个以上不去投票 为什么不去投票 大多数人都是对 民主政治心灰意冷的 没有希望了 完全认命了 他们觉得改变不了了 所以不去投票 像这样的话 我觉得在民主社会很多 我相信在台湾也有 你看为什么 你看公投的投票率那么低 只有40%多对吧 表明对其他50%多 大多数人来说 根本就无所谓了 你们去投 反正也改变不了什么 还有所谓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台湾肯定投票率 也不是100% 也有很多人不去投票了 就表明他们对这个制度 真的是心灰意冷 像所谓的成熟的民主制的国家 这投票率非常低的 有的可能就是30% 40% 德国的投票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越白热化的那年的话 就是他们的参选人竞争之间越白热化 可能那年投票率就越高 越没有悬念 那投票率就越低 是这样 从投票率就反映出 一个国家的选民 对他能够政治制度有多失望 德语有个词叫Politischer Fertorsenheit 就是说根本就无所谓了 这对政治 请问我说了 今天我想用德国国防部具体的例子来说 说现在西方选举制它的弊端 我相信国防部在哪一个国家 都是比较重要一个部门 对吧 国防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全 可能相对来说 因为德国它属于北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 它本身自己的国防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毕竟是国防部 是一个国家重要部门的 不是开玩笑的 它牵涉到你到时被比如说在整个欧盟 不是整个欧盟 整个北约之内 你德国要发表你的看法 你的观点 对吧 然后一起做出决定的时候 你要距离离争 为你这个国家争取利益 比如说是北约 北约当中每个国家 还是有自己的国家利益的 比如说波兰它的国家利益 虽然在北约里面 对军事上面的利益 它考虑肯定跟德国不一样 因为它是跟俄罗斯它是交界的 所以也就是说北约和俄罗斯 这两个军事集团 它是一个冲突的最前线 所以它的考量肯定跟德国 或是跟荷兰 它的军事方面考量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国防部对一个国家 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而德国过去这三届 现在也是过去两届 再加上现在就是三届 国防部长都是女性 刚才说了跟军事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们知道现在欧盟理事会的主席 是冯德莱恩 他去当欧盟理事会主席之前 就是德国的国防部长 而他之前干了什么 是德国的什么妇女家庭部 还有德国的相当于什么劳工部这样 他做了这两个部的部长 然后就跳槽去做了德国的国防部 所以有的德国人呢就挖苦啊讽刺说 这是全能部长 他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部可以说德国什么部门的工作 他都可以做 是不是全能一个部长 然后现在你看当欧盟理事会的主席 他也能够胜任 哪有一个人可以全部工作都可以做的 不可能吧 他到底有什么过人的技能 我们看看他 他大学的专业 开始学了一年的考古 后来换到了国民经济 国民经济毕业之后 他学医学 学医学好几年 也就后来他相当于 以医学有关的是医学专家 我们想想看 开始大学是考古专业 然后呢是国民经济 然后是医学 跨界啊是多面首 我不否认啊 这个人的能力非常强 他是5个孩子的妈妈 开始生了3个 后来第4胎的时候呢 双胞胎 所以一共是有5个 他还从政 说明这个人呢 他还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 这点我是比较佩服的 但另外一个呢 他的家庭条件一直比较好 他生了起5个孩子 能养得起 自己能够去工作 就表明了他有钱能够请保姆 在德国呢 父母是不会帮你带孩子的 一定要亲力而为 如果是你不能亲力而为 忙不过来 你要花钱请人帮你带 父母一般不会帮 偶尔帮你看几个小时 可能可以 但全职像中国父母那样绝对不会 我可以说99%不会 也许有个别的特例可以 好了 那这个人呢 冯德兰 可以说他是有医学背景 他的老公在美国加州的史丹佛大学教过书 1992年到1996年的时候 他随丈夫呢 他在美国加州生活过4年 这就是他大概的那个经历吧 他的专业知识的经历 还有他的工作 另外他是属于基民盟的人 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党派 默克的党派 他做了国防部长 然后呢就到欧洲理事会了 把他的位置让给了另外一个叫AKK 我就用用AKK吧 因为他的名字特别长 我自己现在还记不住 但是德国人都叫他为阿卡卡 是德语的发音 英语是AKK 是另外一位女性的国防部长 而这位女士呢只学过法律 只做过萨尔州的州长 听起来好像很大 州长啊不得了 但是呢这个州是德国最小的州之一 100万人都不到 萨尔州可能对德国熟悉的人知道 他在德国西南边跟法国交界 不是德国最小的州 最小的州是布莱梅 布莱梅呢只有68万人 而这个萨尔州不到100万人 他做过基民盟的党魁 后来呢就当德国的国防部长了 没有任何军队的背景知识 零 好这个月12月8日刚刚上任的 这个新的女国防部长叫兰布雷希特 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的网友呢 问他说是不是一个跨性别者啊 从他图片上还真有点像 对吧 他的穿着啊 还有他的举折还真有点像 这个人呢也只学过法律 他的上一位呢也是学法律出身的 没有其他的东西 只有法律的这个背景 在德国媒体上面 还有在推特上面真的把这个德国 现在国防部的那个人啊骂得真的一塌糊涂 不忍之事 德国人都不满现在啊 都认为他根本就不可能胜任这个工作 而且这他这个位置呢完全是分错了给他 不应该给他的 我现在就想啊 我不知道德国那些从军的人 他们的军官 还有他们的士兵 现在直到有这样一位女的国防部长 没有任何背景的时候 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相信啊 如果是我是一个当兵的人 我肯定心里对这个人一点都不能够接受 也一点不不佩服 真的我不佩服 我佩服有什么人呢 专业支持过瘾的人 我特别佩服 比如说研究卫星的人 他是个卫星专家 如果他去领导我这个部门 我肯定就特别佩服他 对吧 如果是一个扫大街的人 他去领导这个搞导弹的 你觉得是怎么样种画风呢 目前我觉得就这样 就像一个扫大街的大妈 然后去领导德国国防部 这个画面真的不忍直视 所以这是德国人感到非常不满的地方 也是德国人对他们这种民主制度 扣病的地方也是 不过说了还奇怪 对他们自己 他可以骂对他们自己的官员 骂对他们自己的制度也骂 可是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 然后他们自己的自信心又膨胀起来了 又觉得自己的制度有多么完美了 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在做对比的时候 他们就都非常不满 一天骂这个政客骂那个政客 然后一天牢骚不断 哎呀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民主制度下面的人 他们也有很强的那种精神分裂 因为你看一看到新闻报道有中国的时候 他就脑子是想另外一方面了 对吧 那个角度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没有中国的时候 报道自己国内有些问题的时候 然后就这一批的大骂 什么难听的话就骂出来 是不是 就他们一天到晚就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的摇摆 又联系到前面我说 相当于你无证驾驶 会出事一样 国防部的人 连任何一点国防的背景都没有 军队的背景都没有 然后呢就突然就去当国防部长去了 怎么能够说服人的心呢 对吧 人家不佩服你啊 他完全是党派的利益 就是所有的国家这些职位呢 都是这个赢了这选举的党派去分赃 不管他有没有专业知识 所以就是我经过那么多之后呢 特别是这个国防部这些啊 还有原来卫生部那个让我有非常多的想法 真的 我觉得这太不严肃了吧 对吧 怎么轻而易举的 把一个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人呢 把那么重要的位置交给他 由他去领导呢 我们再设想一下 假如德国不在北约之内 假如德国呢是一个各个方面都非常独立的国家 假如有一天 比如说跟俄罗斯产生的摩擦 要打仗的时候 没有任何军队或是军事背景支持 一个国防部长 他怎么样去做出一些选择呢 如果这样的话 你说是不是觉得特别可怕 一个白痴啊去领导一个国防部 而这个国防部呢 是关于到整个国家的安全的 关于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的 我真的不敢想象 真的不敢想象一个扫大街的一个大妈 去当中国的国防部长 然后呢要由他来做出一些重大的决策 跟怎么去跟日本呢 怎么去跟美国去对决对吧 斗智斗勇 通过这次啊 我看看不仅是德国人呢 非常不满 其实我也非常不满 这太不严肃了吧 就这样 就党内就分赃了 从这些年的观察来看 这个西方的选举制度 确实走到了一个瓶颈 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 也不专攻 然后呢 选出的越来越多的白痴 因为选民的那个素质本来就那样 对吧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都想从这个国家得到好处 而不想为国家付出 就是这样 这个政客就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样子啊 就是普通的选民啊 对政客特别不怎么呢 就鄙视着政客的其实 因为政客他们拿的是普通人的 好几倍的工资 干了8年之后 就可以拿到终身的养老金了 而普通人呢 在德国要干40年 他们只要干8年 而且养老金非常丰厚 你说能不气愤吗 但是这个制度现在就是这样啊 而且他们还是认为他们这个制度比较好啊 或者不满意的人他也改变不了什么呀 所以就很多人不去投票了呗 可以说是制度性的心灰意冷 至少在德国有30%的人是制度性的心灰意冷 这就是真正的现实 我们再看看中国那边 虽然是你们所说的所谓的独裁制度 我说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我说了这是技术官僚的精英领导者 每个重要的部门绝对是学有专工的人去领导 我记得好多年前那个科技部长 就是在德国留学的 是科技方面的人 应该是叫万刚吧 对吧 现在我们就到这期要结束的时候了 是说制度性的竞争 我认为中国根本就不用任何的担心 跟西方这个制度竞争 因为从目前这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来分析 西方这个选举制绝对是竞争不过 目前中国行使的所谓我说的是技术官僚的 经营领导制 绝对不可能 因为中国领导就是专业人才去领导各行各业 而西方可以说是很多白痴去领导一些行业 怎么能够竞争过中国专业的人才去领导制度 对吧 再加上中国是一党制 对吧 它的效率执行力要比西方制度要高多了 从抗议就知道对吧 抗击新冠疫情就知道 那个话题已经说过很多了 就不用再说了 我们就用抗议就知道 你看中国目前这个制度 虽然很多人说它有毛病怎么样 因为是独裁的 刚才说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 但是中国制度绝对是完胜西方选举制度 这是我在西方28年观察我得出的结果 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国防部 这一些年来有哪些人去担任 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制度的缺陷有多大 对这个国家伤害有多大 这是我的想法你可以不同意 所以非常欢迎各位把你们的想法 把它写在下面 大家一起讨论好吧 最后我就想说一句 西方的选举制和中国技术官僚的精英制 我认为中国制度绝对是完胜西方选举制 好了这是我的观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见